HELLO 大家好 我是龍振天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這一集的運氣法則 運氣法則錄到現在都三十多集 其實開始上了軌道 我都挺喜歡這個形式 每個星期有一次 跟大家有一個互動 有些什麼需要留意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慢慢開始檢討這個節目的形式 拍攝的手法 時間的長短 書畫的內容 每一樣東西我都有兼顧 大家會發覺到 以這一集的設定好像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其實也是參照一位網友的意見 他大致的意思是 是說每個鏡頭遠一點 可能又會好一點 當然我也知道這樣可能是好一點 但是之前我想到的問題是怎樣呢 我想到的問題就是 因為這個其實真的需要一個設定 我需要一點時間去設定 資源有限 我又不是說什麼很大牌大明星 有整隊Crew幫我下 一來我就下位 坐下錄錄完我就走 不是的 從頭到尾都我自己設定 看來好像很簡單 一個這樣的場景 師傅設定 得多久 不是的 這樣我都設定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剛才也 但是都不要緊 只要大家喜歡看的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OK 我又試試這樣設定 咦? 沒有沒有效果好一點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 告訴我 大家進來 記得什麼呢? like comment share subscribe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 當有新片的時候 第一時間 通知大家 如果大家看得開心 這個設定 都是OK 也不妨告訴我 之後我就參照這個設定 這個設定 因為我平日工作 我都是在這個位置 我一定要拆掉 再長遠一點 我會想到一個角落 可以長期擺部機 可以拍 那這個我就長遠一點 我就去想 那這個禮拜 我有些什麼的update呢? 基本上這個禮拜 update的東西 不太多 我都是固定 大家都知道 我這一輪投入股市 這個禮拜 那個私房 就一般 事實是一般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說 差得很厲害呢? 那我又覺得 我覺得又不會太差 那其實主要都是一些 可能科技股的指數 那美國那個債息 上升 令科技股指數 即是不停下跌 那一些 新經濟股 都接二連三 就跌下來 但是你跌下來 我覺得始終都會有個價值 那我就邊走邊看 那我上個星期 來講 我都走一些貨 走一些貨 但就不要走完 這個是我之前 之前我一直這樣 學習投資 我體會到的事情 永遠你不要說 即是一柱個 可能分兩至三柱 走一半 萬一 因為我又試過 又試過 又試過 一走走完 嘩 第二個禮拜 一聲聲完全沒事 那我呢 蝕那一輪 我就蝕到足 那一輪 我又享受不到 那就雙重損失 但如果你永遠你走一半 你走三分一當 你走一半 那你永遠沒有對錯 下星期又試升上來 你妹妹都在想 很幸運 我沒有走完 還有一半 我都吃了一半 又或者下星期 再租高 再墊多一半 那你妹妹都跟自己說 真是幸運 起碼我都走了一半 要不然 真是蝕到渣都沒有 那我覺得都是 就是妄殺 那另外就 比特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 比特幣 都是留意著 因為現在都 有很多的說法 都是說比特幣 會升到十萬元 十五萬 甚至二十萬 那這些呢 太新了 就是對我來說 都是太新 那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現在個勢頭好的時候 我們根據這個趨勢交易 個勢頭好 個個都是買的時候 一定都是插上一腳 只不過就是 你插上一腳的同時 你有沒有留意著 這個市場適當的時候 就走了 那這個星期的更新 大部分都是講 就是股市有關 事實都對我自己的原則 那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過去一個星期 課程我暫時 我放在哪裏 客人我照樣外見 都見了幾個客人 那 我都很想寫出來 趁我記憶猶新 那這些呢 我不是在這裏說了 因為我又不想浪費時間 那這樣 會在程度農時 那另外就是在那個blog 我會寫blog 我會寫blog 那我跟Yahoo寫 那一個星期有一篇 那我都會在一個blog 我會跟大家分享 那 主要都是分享一些 就是我對感情的一些看法 還有我客人經歷一些事 令我有些體會 咦? 我覺得可能這些事情 可能都會幫助到大家 那我就分享 那 大家都拭目以待 blog 我都正常 我都照我那個盡情 我都會跟大家說 好了 那去到今天那個主題 那 今天主題呢 其實我上個星期想說 但是上個星期 就講一下講一下 講了第二件事 那我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那我經常都不講 就是 老海你有想法的 白點這樣講 人有料 你去哪裏都有料 就是我是 很多東西講的 我是很有想法的人 我不是堆砌出來 硬硬來 我不是講情緒感覺 我只是想一些思維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切入怎樣 那 那樣東西對大家有用 我不要緊 我go with the flow 我不用說那些劇本 要跟著怎樣去做 不用 那我那一集 上個星期 我想到另外 另外有些事情 跟大家講 我客人的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體會 怎樣去門騙 大腦心理學上的現象 我覺得有用 照講 無所謂 那我上個星期 我真正想講的話 那我就留回 這個星期 講 那我上個星期 好像都開頭少少 都有講了 那就是怎樣你可以有個小 那我預備 預備這個禮拜 講 怎樣有個小 但是預備的同時 我又發覺 有另外一件事 都好像有些東西 息息相關的 那就是跟原生家庭有關 那就不要緊要了 我就這個星期 我就兩樣 我一起跟大家分享 那主要呢 我就想講 是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 就是一個人的 原生家庭 是 就是對自己 是有幾重要 那我呢 就 為什麼會想到 原生家庭呢 因為我上個星期 就 寫blog的時候 我 見到有一位 網友的來信 那他就說 他那個 原生家庭 是出現一些問題 他媽媽呢 很勢利 那個人很不好 那這些我 我體會過了 那不是說 我家人 我家人就沒有什麼 我家人沒有什麼 怎樣勢利 就是我都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家庭長大 就是當然 每個家庭都有 每個家庭的問題 我也都不敢說 我的家庭 哇 真是幸福 幸福無比 我成長過程 怎樣 什麼典範 沒有的 我覺得九成的人都不會這樣的 總共有些問題 但大致上 我覺得正常的家庭 不會特別有些勢利 而勢利那些是什麼呢 其實在我成長過程 我看到 我同學的家長 或者是一些 軟房的親戚 嚴格來說 我不會跟他們聯絡 這些人 你不要搞我 我又不要搞你 我又不用受你氣 你也不用受我氣 我都不會比起你受 那些人很少聯絡 但是我不多不少 就是做了這麼多年人 你肯定會看到這些人 會給你一些感覺 那這位網友 他就是說 他媽媽很勢利 而不知欺負他爸爸還是怎樣 很現實還是怎樣 就令到他原生家庭出現了問題 那就是成長 成長 長大 成長 長大之後 他自己都會想 我一定一定 我選個老公 我一定要有個幸福的家庭 他這個想法是對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這個原生家庭 而令他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是他知道這件事不好 而令到他長大 去找一個伴侶的時候 或者去做一個家庭 或者組織一個家庭的時候 他都會向這些方向去想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很對的 而這個也是我想 帶給大家的道理 就是你小時候的原生家庭有問題 你有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 你會受到原生家庭影響 你會不會有一個錯誤的價值觀 這個是最糟糕的 那我有部分客人會有這些經歷 最常見是什麼呢 最常見影響兩方面 一方面影響那個感情 另一方面就影響那個工作 那感情那裡它怎樣影響呢 小時候 妹妹就是那個家庭支離破碎 或者爸爸認識那個第二個女人 就走了 很小時候已經走了 媽媽是被人拋棄 類似是這樣的 而妹妹有一個錯誤的價值觀 媽媽由小到大已經馬不停提 七成二十四不停跟她說 女兒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好人 你一生不要跟男生玩 你一生不要拍拖 你拍拖就是對不起你自己人生 那一個小朋友 他真的不知道 可能他只有幾歲 他鬼知嗎 他真的對感情認識鐵嗎 他唯有他對感情的知識 或者他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但是由哪裡來呢 其實都是由他媽媽來 因為他接觸到那些什麼人 就由那些什麼人來的 小時候爸爸走了 媽媽不停地說 男人不是好人 你看看你爸爸 你將來長大 你就不要找一個人 你不要生孩子 你不要結婚 你不要拍拖 那沒有人知道的 一路讀書 身邊有同學會發現你有不妥 Merry 你為什麼有些不妥 你是不是對男人有什麼錯誤的 沒有的 那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直至出來社會做事 仍然都覺得對的 那會不會過了很多年之後 去到40歲才發覺 原來我都要有個盤 原來愛情不是這樣的 媽媽小時候說男人沒有好人 但是為什麼我身邊的朋友 全部結婚生子 那些家庭都這麼幸福 到時候開始想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經常都建議大家是怎樣 你小時候原生家庭 灌輸給你的東西 未必對 你不知道的 可能對的 可能會不會 爸爸媽媽說 很正經的 教養很好的 小時候已經灌輸很多 對的知識給你聽 不出奇的 你不知道 你一定要到長大的時候 你出來社會做事 開始要望一下這個世界 你要望一下這個社會 你要用一個客觀的眼光 我經常都說 我們看東西一定要客觀 你如果看東西 你不得客觀 你會沒有進步的 你每一件事 我經常都說 執著偏激的人 你大概知道 你一望他們是怎樣 先有立場 然後有什麼各樣的東西出來 硬來的 禮橫哲曲 你看他們說的東西 是很過癮的 我自己不是那麼喜歡 我不是那麼喜歡這些 我喜歡就是以事論事 我喜歡是很客觀去看那件事 但是執著偏激的人 他們沒有的 他們先有立場 這件事一定是紅色的 不是喔 它明明是白色 為什麼紅色 白色就是紅色的 沒有意思的 你才有的結果 硬要說一些歪曲的邏輯 讓你說得到 你明知道那件事 你明知道不是的 明知道不是 硬要來 又或者更加 再高層次的執著偏激 他連自己都騙了 自己的大佬瞞騙自己 明明那件事是紅色的 然後他不以為然 硬要說那件事是白色 然後腦海不停紅色 就等於白色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要將那件事不停重複 大聲地說幾次 紅色為什麼不是白色 你告訴我 為什麼紅色不是白色 沒有意思的 你看到那些人 說話突然大聲起上來 還有說話沒有點目的 然後不停同一句話重複 你大概知道那些人 已經鎖了 那個腦細胞 那些神經線開始疊 不要跟那些人說話 我都不是很喜歡的 如果見到那些人 我亦都不喜歡 那你一定要怎樣 你要客觀 你要客觀去看那件事 你要有一些事實根據 你要放下去 譬如說 男人都不好 那怎樣不好呢 你是不是身邊遇到的人 都是這樣呢 我另外有客人 都是這樣想 意思是什麼呢 小妹妹的傳統觀念 家庭的教育 太嚴厲 就說一定要出來 一定要結婚 才有男女關係 都是這樣一段時間 這些事情 你都會客觀去看 你身邊 是不是所有的同事 因為他很根深提固 就告訴我 師傅你覺得 又來這些事情 大聲反問 師傅你覺得 結婚前有男女關係是好的嗎 你覺得是好的嗎 我當然覺得好 呆了 沒有話說 你覺得是好的 就把事情重複 為什麼不好 我問一下 有什麼不好 結婚前有男女關係 大家成年人 現在不是說 你讀中學 中學當然不好 你出來大學畢業 出來社會做事 還沒有男女關係 這樣叫好嗎 我反過來問你 你這樣叫好嗎 有些事情 你會看 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件事真的那麼差 你問一下身邊的人 問一下身邊的朋友 問一下身邊的同事 我說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自己做一個統計 我們身邊有哪一個人 是結婚之後才有男女關係 我肯定告訴你 一百個都沒有 剩下一個是誰 就是你自己 當你身邊的人 全部都不是這樣的時候 而你自己是這樣 你就要想一下 其實是不是你的問題 答不了 接受不了 我不覺得 沒有辦法 繼續自己自我陶醉 這些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原生家庭的影響 另外有一部分的客人 是很好的 他受到原生家庭所影響 最初來找我做感情諮詢 都接受不了 我家人什麼 這個可能都是我自己的執著位 師傅 你當我執著也好 什麼都好 之後又找我做諮詢 都發覺社會根本不是這樣 還有你自己 你自己都吃虧了 你自己都吃虧了 你以為是很好處 意思是什麼 男女關係好像表面上 有個女孩子吃虧 但其實當然不是 其實當然是你都吃虧了 當然我這裡也不是說 要一夜情 要好濫交 我完全不是 執著編擊那些 你不要對號入座 你不要硬硬地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有很多時候 你都要體會 有很多東西 你試吃 你都會試吃 我吃那個東西 我吃之前 沒有試吃 吃兩粒 吃包花生 還是怎樣 你要吃兩粒 看有沒有好吃 好吃你才買 都可以 好了 如果你說男女關係 男女關係 是一段男女關係 裡面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有腦子都想到 我們現在講男女關係 你不講男女關係 你講什麼 有很多人就 承認了 最重要的東西 又覺得不重要 要是自己要 要解釋得到 所以就跳了 跳了去不講 又是沒有意思的 那你之前 你不試過 那怎樣 之前一直都沒有男女關係 然後結婚 原來不對 大家的男女關係 是不對的 那怎樣 到那時候 你告訴我怎樣 又跳了 又避免 不會的 又來一些事情 只要兩人相愛 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你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我現在要實質解決的方法 我現在不是說 要空泛的情緒討論 你空泛情緒討論 怎麼說都可以 不對等於對 反正都是 如果是這樣 那你講下去 我要的不是這些 我要的不是說 你言語間解釋 就等於什麼 很多人 他自己有陰暗面 好勝心強 有很多事情 就是要說 那你說 你說了 贏了 那又怎樣 你說了 通了 那又怎樣 實際根本都不通 我現在是看實際的情況 所以 為什麼 有客觀審視 有一個客觀的思維 有一個理性的思維 為什麼到來後很多 九成的東西都控制得到 到來後九成的運氣控制得到呢 那個原因 因為真的貼近那個事實 這樣去想 這樣去看 所以呢 就是 很多時候 原生家庭都會根深剃固 就是給到一些 我覺得未必是這麼對的價值觀給我們 所以就是 你出來社會做事 你一定要有一個心 你要有一個心 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 你要去反復印證 那樣東西對不對 不是由你去講 那樣東西對不對 是由現實的世界 去告訴你 就好像我這一集這樣 我說了 我有這些看法 我都未必是對 可能我錯了 我都不知道 那就看吧 每一百個人 有九十九個人都說 嘩師傅 你這樣 你真是太偏激了 絕對絕對 是不可能 結婚前有男女關係的 絕對是社會上不容許 那你就跟我說 咦 原來一百個人 有一百個人都是這樣說 那我真的有問題 我就要檢討 我就要修正 還是不是 因為我當然知道不是 為什麼 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的 我不是掩著自己的耳朵 書又不看 朋友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活在自己的世界 自己有一個虛擬的邏輯 覺得這件事 對我不是 我講的 全部都是有根有據 根據過去 無數的實例反覆印證 我經常都說 我都強調 無數的實例反覆印證 當我講的東西 無數的實例反覆印證 就有參考的價值 你就有必要 你要慎重去考慮這件事 事實都是這樣說的 事實是不停地發生的了 所以我覺得 都是給大家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對你的影響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第一 你出來發覺原生家庭說的話 其實根本是不對的 甚至乎是歪曲了 你有必要快速去修正 極速去修正 為什麼 有機會拖累你的人生 因為你出來做事 你已經是大個女兒大個兒子 你要跟自己交代 你不用跟家人交代 你也不用說 我聽爸爸媽媽說 我聽到六十歲 不用了 你到大了 你有獨立的思考 你已經是一個大人 你有一個獨立判斷的能力 你就要去想 到底對還是不對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 就是 會不會向差的方面 受到這個原生家庭影響 一些不對的價值觀 揮之不去繼續 我的部份客人這樣 我都會鼓勵他們 跳出他們的原生家庭 就是去到第二個部份 極速修正 無論如何 怎樣都會修正 那怎樣去修正呢 有很多方法 第一 不聽家人說 但當然你不聽家人說 慢慢回去 會不會有情緒勒索 慢慢又在那裏 兩三個小時 說女兒你沒有用 各樣各樣 那些矛盾的事 你沒有用了 你長大了 你現在出去認識男人 你沒有媽媽生 不是這樣 這個世界 你想一下你就知道 成家立室 大那個當然是結婚生孩子 難道大那個出來做事 不結婚不生孩子 不要拍拖 一直陪著媽媽在家 就是不通的嘛 你看一下身邊都不通 那你要改變自己 那我都很鼓勵我身邊的客人 如果他遇到有什麼情況 搬出來住的 一定要自己一個人 你才不受那些東西影響 意思是什麼呢 我心情不好的原因 我因為會受到身邊的東西 所影響到 譬如說又打妝又吵 又轉地 我怎麼讀書呢 我靜不了 我人專心不了 寫不了 又很熱 我當然找過很舒服的咖啡店 有冷氣 很涼的 很安靜的 柔和的音樂 一杯咖啡 我慢慢的 我腦就想到東西 慢慢我就寫到東西 一樣道理 所以這一集 對大家都很重要 就是你那個原生家庭 你一定要想 你有沒有受你原生家庭的影響 那當然呢 不同的人 不同的歲數 不同的居住的環境和條件 都不同的 那大家自己要想 你今天大個女兒呢 你有沒有搬出來住呢 有沒有拍拖呢 有沒有受你家人影響 會說些話呢 好像很對 但是你又覺得好像隱約 又覺得有些問題呢 那不止感情的 工作上都是一樣的 譬如怎麼樣呢 沒有沒有在工作上 做人呢 勤力就好了 不要那麼冒險 你明明你在做一份 康奸一個月可能 一萬元的工資 每天翻十二個小時 然後你爸爸就是 你爸爸可能做巴士司機 類似這樣 或者做過文職 或者做過工人 每天翻九個小時 養妻活兒很辛苦 做了大半生 那你可能你的體能 根本都不在 我的運氣法則 天賦知識技能 我就說這些 你的體能 或者你很聰明呢 都可以的 但是會受到 你原生家庭影響 你爸爸呢 就是你稍微有些想法呢 立刻就禁止了你 好像我這樣 我上班做事 那就是固然好 但是我對投資有興趣 我研究了 那我還是很小的 我想研究 說不定我很聰明 我買股票 我真是聰明 我看過訊號 我已經馬上知道 都可以的 我沒試過 我怎麼知道 我一定不行 我可以學的 可以去留意的 這是一個學問 那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沒有 就有一班人 就說 你這樣當然不行 你不要想起 走捷徑的方法 會怎樣走捷徑 人可以走捷徑 當然是走捷徑 傻了 人可以不用做 當然不要做 這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 但是有很多人曲解了 會不會是原生家庭 枯死了 意思是什麼 我每天 我可能要回十二個小時做康奸 我做得不錯 一萬元 類似這樣 如果我可以不做 我可以用我的思維 譬如我當做會計也好 我更加厲害 我做到手術的 我去做醫生 我為什麼不去做醫生 做我的手術幾萬元 一個星期做幾個 一個月幾十萬元 我為什麼不做 理由在哪裏 你不要想起這些事情 你不要這麼大上頭 那樣 不通 你可以試 當然有些人 會好功奧遠 所以就是 有時候有些歪曲邏輯 好像對 好像不對 就是這個原因 有時候有些人 真的很好功奧遠 會不會就是 有功不回 就走去 以前很流行的 那些什麼 炒的那些倫敦金 做的那些銷售 有些這樣的人 但是你最重要 就是你要想 你自己是做些什麼 但是有很多時候 我看到有不少的人 都是受到原生家庭影響 又或者是受到身邊的伴侶所影響 而令到他們成功不到 明明那些東西 是自己提供 明明可以做的 但是因為身邊的人所影響 而令到他去做不到 譬如這樣 舉例 做過文職 一萬元也是 女仔 那明明可能自己對於手工 或者會不會對畫畫有興趣 想開個畫廊 老海有這些這樣的想法 或者去教畫都可以的 那可能那裡 跟著可以很成功的 可以做很多東西的 又或者做網店都可以的 跟著很成功 但是因為家人 哎 女兒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實實際上打一份工 那真是嚴重的 實實際上 永遠都是賺一萬元 永遠都是出不了頭 那我就不主張這樣 我經常主張 每一個人都要摸石過河 在可能範圍內 都要想些什麼呢 即是自己可以做得到的 咦?有些事情 我有得想的 有得可以進步 就不要受到原生家庭所影響 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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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又分享了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即是臨時想出來 我覺得又值得分享 又跟大家說 那就變了這一集 主力就分享原生家庭 那我們就下個星期 我們就分享 即是拖了兩集 下個星期我們才分享 就是怎樣你可以有一個勢 之前我分享過 但我有些事情我可能想補充 下個星期我們就 同樣的時間再見 拜拜 以下集完 大座 在家中 好 28 媽 剛才 在家中 絕開